眼前一箱一箱的民生物资就堆放在区公所内 而这些干粮物资全都是来自外县市的庙宇连光寺 为了让三只区内的弱势族群以及身障朋友感受到社会上的关怀 连光寺将捐赠集中在区公所内转发给区内的弱势民众 期盼能够在寒冬中达到关怀帮助的目的 那这次呢是连光寺送给我们的传障朋友们450份的物资 其中有包括了白米、油、酱油等等的民生物资 都是大家所最需要的 相信在这个寒冬里一定能感受到格外的温暖 区公所表示这一间连光寺总共捐赠了450份的民生物资 包括了酱油、白米等等 都会在这个星期陆续发给区内的伤障朋友 而区公所也相当乐于担任转发平台的角色 希望能够集中更多的爱心来帮助更多的弱势族群 我们都知道人间处处有温情 那这份温情呢就化为善款或者是民生物资 那我们三只区公所就乐于当这样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工作人员不怕忙也不怕累 就是要把这份温暖传递出去 看着眼前的志工人员不断的将一箱一箱的物资 用推车搬到定位等待民众来领取 而这一次在年底借由庙宇的丰富爱心物资来帮助需要的人 也让大家都感受到这一份关怀 记得订阅一山区采访报导